行政會議成員林鄭財相信 內地專家團來港考察之後 會明白香港的防疫措施是有效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就相信 落實內地專家團的建議後 兩地很快可以通關 12月的人大常委會的會議 已經批准了我可以出席 所以我覺得這個訊息也非常好 說明可能香港和內地 那個免隔離的通關 這個訊息可能即將能夠實現 至於暫時你說何時呢 我就未有具體 但是看到一些媒體的報導 就說可能是下個月 有些說月頭有些說月尾 我相信香港的官員 就會讓內地的專家去明白 我們縱然未必跟內地追蹤的方法一樣 但是我們的果效都能夠做到 所以你看現在我們就算有些輸入的個案 甚至乎有些它都有輕微 跟社區接觸的機會 我們都不會有辦法 正正都是因為我們有這些追蹤的能力 就是說這個能力 就這樣讓我們可以做 真的不講述 我們就在那邊 我們就能做好 他們使用 一件事 我們在這次的